大家好,我是广岛YMCA的郑老师 非常荣幸给大家能介绍我们在广岛的学校 广岛是一个非常气候宜人 而且非常安全,非常漂亮,美丽的一个城市 日本的留学生中的这个调查里面 广岛是最适合留学生活的城市 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广岛YMCA专门学校我们的日语学科 我们的学校在广岛市的市中心,交通也很便利 各种设施都非常齐全 我们学校的一个特征就是 如果大家已经有日语等级能力的证书的话 我们学校会对这些学生进行学费的减免 你如果取得N3,我们会减免10万日币 N2,我们减免20万日币 然后如果你已经取得了N1的话,学费是减半 所以几乎你到日本留学的费用就已经减半了 除了这个学费的减免,我们还有这个很多的奖学金 如果你成绩够好,出积率够好的话 大家都有机会得到这样的奖学金 而且光岛YMCA是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团队 它有很多福利设施 如果大家来到我们学校的话 都可以无料地使用这样的设施 我们有很多来自台湾的学生非常喜欢健身的 所以他们经常就利用我们学校的游泳池 和健身希望大家也有机会来利用 然后在广岛呢,我本人在广岛已经正好今年是20年 广岛的确是一个非常值得去学习,去生活的地方 而且我现在在广岛也除了学校方面 我也在专门学校做招生,也在大学上课,教课 同时还是广岛华侨华人总会的副会长 我呢,就是座位有很多这样的华侨华人 包括我们的台湾华侨 就是我们有一个自己的这样的团体团队 会对我们的同胞进行各种各样的 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上的资源 我希望大家也能够利用这个网络 当然有很多学生,你们包括家长 到日本的留学生活会有不安的地方 但是请放心,我们除了YMC这个网络可以帮助大家 我们还有这个华侨华人的这个网络可以帮助大家 所以大家请放心的到广岛来 无论你是来留学,还是来度假打工 还是来旅游,都可以联系我 我一定让大家在广岛留下美好的回忆 在广岛呢,我们也有很多来自台湾的同学 我都会常常照顾他们 比如说给他们介绍打工 我一般介绍的工作呢,当然不单单是体力上的工作 比如说像去料理店工作这样的比较多 或者是便利店,这样比较锻炼大家日里的地方 你可以利用自己的专长来这样打工 比如说一个去年到我们学校毕业的学生 无论他毕业还是在学我都会很照顾他们 他是学画画的,我介绍他到我的以前的毕业生开的一个学校里去教日本的小朋友去学画画 所以工作方面大家不需要担心 然后广岛的工资也比较高 现在平均一个小时是900日币或者到晚上的话可能达到1100亿左右 平均每个学生在这边的生活费加上房租一个月大概是7万到8万日币 然后很长工作的话一个月的收入大概10万到11万日币左右 每个月其实还有盈余 所以大家不需要太担心在广岛的生活费用 因为广岛它的确是一个非常适合生活和留学的城市 谢谢大家